我現在真的藐視法庭 我再看不起法律 在三十年前, 你告訴我 法律是公正的 你教我作為一個律師 一定要維護正義 你告訴我什麼叫法治精神 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 你才親身做給我看 親口告訴我 你以前所說的不是那件事? 你怎樣? 大家有什麼頭髓? 聲音是不是比較陌生? 是外國人 聽得出嗎? 你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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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爆肌好像沒力氣 是否太遷就咪? 對 他好像很密集 是否怕爆咪? 我們先猜猜這是誰, 好嗎? 對… 倒… 你說的人名也沒有? 沒有… 他挺接近 他猜中了盛時 我們一起揭曉好嗎? 好 好, 爆肌猛男, 他就是… 黃昌豪, Jeremy 你好… 你好, Jeremy 歡迎你, Jeremy 你好… 好, 黃昌豪, 黃昌豪 我們也有羅昌豪的新臉孔 而Jeremy就是這次我們這輯的新臉孔 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我是Jeremy, 黃昌豪 阿姐你好, 小青姐你好 文柏哥你好 對, 我知道其實Jeremy跟我一樣 都是90後來而已 對, 究竟這套劇 1988年出街嘛 你應該沒看過的吧? 我沒看過 而且他的年紀比我成熟 其實那個角色 所以我其實一配的時候 勉強壓低聲音 我看修哥做這麼多戲 我沒試過這麼激勢 他真的做得很好, 很衝動 那你的聲音就不夠強 不夠猛狀, 他很激動 你做不到那個激情 整場戲, 我不管是哪個演員 你一看就看到角色 就是有一團火在這裡 但你是沒有的 你只是配音, 只是配音上去 但就沒有氣露 他譬如用自己的聲音 那一次你點我, 但要很兇 又是…會是怎樣呢? 你點我 好… 很高興 這個力量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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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有搞笑幫助 不知道他除了煮食之外 配音又行不行? 只看他挑選的片段 我猜他的信心也不錯 因為他選了 張偉賢、Dicky的大碎歌來配 看看他的口菜 能不能拍得到Dicky 曾幾何時? 一個三流二打六, 約我說數 大家說明不拿工具 誰不知我一坐下吃一口茶 茶葉我還沒套出來 他在背部拔把武士刀出來 向著我眉心直筒過來說 事事打事翻 我身手一擋重茶 把刀由我掌心入掌背出 我手一翻, 一劈砰 武士刀應聲斷開兩字 我一個十字鐘彩波 那小小子就飛了出去 與此同時 還有半把刀插在手上 我一問生, 一飛鋪, 一插熟 中正他暈腥, 也不能插 我一看, 嘩 我手掌穿了這麼大的咕嚕 血巴巴聲不停飆 那怎麼止血? 沒有, 我就舉起右手 把手掌夾到隔壁底裡 一夾, 跳上我汗血寶馬 其中一天一夜才找到客棧 一入客棧我大叫 小二, 拿一束鹽來 拿一束鹽一灑 找法爛布, 一潛一窄 氣定神閒, 面不改容 繼續喝酒, 這些叫什麼? 這些就叫型度噴汁了 我看大家看到他的樣子很呆 不知道猜到他是誰 其實… 他是私養材料 他口鉗那麼好 他口才很好, 是 很高下 對, 口鉗不錯 很快 耳應外的聲音 到底是誰?開個名字來聽聽 老婆 好, 一起開估 我們的搞笑幫助是… 真是你, 老婆 很緊張在裡面坐整個小時 我手是冷的, 但隔壁都出河了 很緊張, 對 真的 讓你聽聽各位的評判的意見 好嗎? 我覺得他很流暢 但我覺得你的聲音 不太適合那個角色 他的聲音好像太跳出了 你是很順地說完 嘴巴也七七八八, 又不是完美的 對 向著我眉心直筒過來說事事打示範 我伸手一擋衝 把刀由我掌心入掌背出 我手一翻, 一劈砰 武士都應聲斷開兩字 我一個十字鐘彩球 那小子就飛了出去 因為他做得很仔細 其實他有某些東西是很得戚的 我挺厲害的 但你就是很流暢 那個級別就是一直這樣去 但如果可以做到那些仔細的位置 就會吃很多 我想大家都會好奇 你作為金牌師 為何會過來參加盤音比賽 其實我人生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而且我知道上了這個節目 如果有Lisa姐的加持或讚賞 是有機會做到男一 是 我想做男一 不得, 不是TVB的男一 我想做韓劇、日劇的男一 但在聲演方面 就自選聲演的將會是袁文傑 這次聲演的角色叫朝偉 不過不是愛梅家裡的朝偉 而是新澤師兄裡的梁朝偉,傑魯 剛好也叫傑魯 對 而這場經典戲裡面 還有張萬鈺跟他做對手戲 一拍… 一拍 慘了 不, 但這張張萬鈺就花光了 那你不就一段時間都沒錢用 這樣吧, 我儲得還給你 不過還沒有這麼快 不要緊 我回到家裡 在媽媽面前殺阿窮 她很快就會給我 你媽真的很疼你吧 其實媽媽好像小朋友一樣 要哄的 不過哄時哄, 一定要認真的 像你妹妹一樣, 過分一點 神經病, 她媽媽說牛有兩隻角 她也說牛有兩隻角 不過牛真的有兩隻角 你神經病 有些牛有八隻角 什麼牛? 火牛 我還以為你的故事 只哄了幾歲大的年輕人 誰知道原來你也哄到了 是 怎麼了? 很痛 你還沒挑出玻璃碎嗎? 還沒, 我看不見 雙腳把離開眼睛太遠了 大件事 我來幫你挑 不用了, 這麼肉酸 什麼肉酸? 是誰呢? 遲些閉嘴就沒事了 你糟了, 你不挑 待會兒玻璃碎 就跟著血, 跑到心臟 那就糟了 會嗎? 會的 我以前學校有個同學就是這樣 他很喜歡玩圓筆 後來有一次不小心 圓筆就刺在手裡 又不管, 又不挑 圓筆就留在手裡 後來那支圓筆頭 就跟著血管走到心臟 死了 死了 別這麼說, 你覺得自己的表演如何 中間有一下子有點累 而且進入的時候 覺得還差一點 因為朝偉當年的聲音 比較奔放一點 而且又年輕一點 所以自己… 雖然選了這個影片 真的想挑戰一下自己, 姐姐 但是… 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很難回到那種這麼稚氣的狀態 究竟是紅燈還是綠燈呢? 請按燈 好 我的電視 段時間 對 是 雖然